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百三個之外 公平作為全台灣最多人使用的驕傲軟 我們一直秉持用力導向 希望將驕傲軟體 可以變成一個安全和安心的驕傲環境 所以我們首先在2021年 成立了反詐騙部門 再在2022年升起為Anti-Spam計劃 今年我們也將這樣子的 一個反詐騙內容 開始宣傳給大眾 首先我們在今年年初跟BOB合作 然後後來也有跟 美商播放合作Podcast 希望讓大眾可以知道 歐米在反詐騙的部分 做了些什麼 今天我們則是舉辦了一個線下活動 希望可以跟大家更近距離 的去討論 歐米在反詐騙這部分做了哪些 除了好吃好玩之外 也希望可以將 反詐騙這樣嚴肅的內容 用一個有趣的方式分享給大家 做了 elves 就不到一遍 才能參加 我們在 poisonous